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来做好看又好吃的红丝绒蛋糕卷 先预热烤箱到160摄氏度 28厘米的正方形烤盘,铺上油布 5个鸡蛋,每个重量60克左右 分离蛋清和蛋黄 蛋黄里加入植物油搅拌,将蛋黄完全乳化 再加50克牛奶拌匀 筛入55克低筋面粉 蛋糕卷里的面粉量很少,画Z字或者画圈搅拌都行 最后的蛋黄糊是这样,有流动性的 再来打发蛋清 中速打到鱼眼泡以后,加入一半的细砂糖 再高速搅拌,到蛋清体积明显变大 倒入剩下的糖 搅打到中性发泡就好了 提起打蛋头,会拉出一个弯钩 蛋白如果打太硬,烤的时候容易开裂 分三次混合蛋黄糊和蛋白霜 蛋黄糊里先加一大勺蛋白霜 把蛋黄糊稀释 再加一部分蛋白霜混合 让两者质地接近 最后把蛋黄糊倒回蛋白霜 彻底翻拌均匀 撑出180克的面糊 大概三分之一的量 加6克红丝溶液 调出一份红色面糊 如果你用红曲粉调色 可以参考以前我发的抹茶旋风卷的做法 把红色面糊倒入表花袋备用 先把原味面糊倒进烤盘 搭至抹皮 上面挤上红色面糊 用刮板刮平 手指斜着插入画上S型 然后把烤盘旋转90度 同样方法再画一遍S型 最后把表面抹平整 放在烤箱中下层 160摄氏度烤25分钟 出炉以后把蛋糕从烤盘取出 撕开四周的油布散热 等到蛋糕变温 表面抹起来干爽不粘手 盖上一张烘焙纸 翻面 如果翻太早蛋糕容易掉皮 撕去油布 斜着切去平行纹路的一边 这样卷好以后外形会比较平整 从另外一端开始 把蛋糕卷起来 可以借助擀面杖和刮板把蛋糕卷紧 卷好以后直接就可以切了 不需要冷藏定型 开盲盒的时间到了 边上的花纹还不太明显 中间的旋风图案就非常清楚了 蛋糕卷表面光滑没有裂纹 这是戚风蛋糕的配方 蛋糕松软 打开也不会断裂 红色绒的香味 口感和颜色都很棒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感谢收看 我是大鱼 我们下期再见